好 我們接下來來慈敬 希望大家把你們的身心就放在這句名號上 希望大家一起來慈敬一下 慈敬開始 今天墨學再借一個姻緣跟大家來講講話 我們這段時間共修之後 就是應用短短的時間來跟大家研討講講話 最主要的大家能不能專心的聽呢 那個才是關鍵 有些人眼睛看著我 耳朵聽著在講話 眼睛啊 但是心裡面不知道在想什麼 很多人就是有這種的習慣 所以人家在聽師父在講話 像管師兄在聽師父在講話 你們啊 但是有時候心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們時常都是有放著這種的毛病 所以今天我就應用這個地藏菩薩本院經的 釋迦牟尼佛裡面有一句話 很重要 叫做地聽地聽 什麼叫做地聽地聽呢 地藏菩薩本院經從第二品到第十品 這些大菩薩 觀音菩薩 文殊菩薩 地藏王菩薩 每一件事問地藏王 也問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頭一句就告訴他們 地聽地聽 我就應用這兩個字 什麼叫地聽啊 難道觀音菩薩不懂得地聽嗎 難道地藏菩薩還不會地聽嗎 不是的 其實這一句話是對著我們講的 不是對地藏王菩薩 觀音菩薩 彌勒文殊菩薩 不是 是對我們講的 那地聽是什麼意思呢 地聽就是教你要專心 教你要注意 你把你的心放在這裡 不像我們那一篇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但是心那佛是亂想的 阿彌陀佛不能得力就是演義就是在這裡 心不專啊 所以希望大家 在地藏菩薩北雲經這一句話很重要 地聽地聽 就是對著我們學什麼樣的法門 念什麼樣的佛號 你心不專啊 不會得力的 做什麼樣的事情 不管在世間法也好 出世間法也罷 都是一樣的 你要管管管你的孩子 你要跟你的先生的相處 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要成就自己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事業 你心不專不行啊 念佛也是如此啊 所以在地藏菩薩北雲經 第十三品啊 我很喜歡看一段經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地藏經 管師兄有沒有讀過 我自己本身每天幾乎都讀地藏經 那地藏菩薩北雲經 第十三品 第十三品我們看到有一個菩薩 叫做虛空障菩薩 虛空障菩薩 你看它是等絕菩薩 等絕菩薩就是成佛 再差一品無名 他能夠成佛了 這個等絕果位 最高的果位都是妙絕果位 你看這個虛空障菩薩 他在這個地藏菩薩北雲經 他請教釋迦牟尼佛 若未來世 若善男子善女人 乃及一切天龍 文齒經 稱讚地藏名號 讚揚地藏名號 有極爭的福利 難道西光障菩薩不知道嗎 他知道 他等絕菩薩哪裡不知道 這個經典的功德 他難道不知道嗎 他知道 但是為什麼哈爾仁家要問呢 就是代替我們來情法 跟誰情法 就是跟釋迦牟尼佛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尤其特別我印尼的同修 我常常告訴大家 記得要懂得情法 跟法師 你走到哪裡 請法師到家裡吃飯 必須要請法 為什麼 請法的功德超過弘法的功德 哪怕是你請這個法師講一句阿彌陀佛 也好 你的功德很大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 福也懂得怎麼修阿 所以你看我雅加島 在南區 有一位居士 因為交通不方便 又時常塞車阿 所以來到我的佛堂很遠 所以他在家裡附近 在家裡 跟幾個同生道友 聚了十幾個人 二十個人 每一次啊 每一周 每個禮拜天兩天 請我去獎金 在南區 在北區 在東區 有上個地方 所以我每個地方兩天 每個地方兩天 每個地方兩天 我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常常跟他開玩笑 我說你海門很狡猾 你們擔心到我們的佛堂 你感覺很累 但是你不怕師父累嗎 你來到佛堂你感覺累 師父到你家不累嗎 你看 現在的居士好厲害 他怎麼說呢 師父 你坐飛機到澳洲 七八個小時 那更遠 這個居士好厲害 他說師父你看 你一坐飛機到澳洲 你看七八個小時 又等飛機 又拿行李 又過海關 至少有十個小時 師父你一個多小時內的到我家 沒關係師父 所以說現在這個氣勢好厲害 所以我們要小心 不小心被算去 被計算下去了 很會計算 所以我們要有聰明 有職位 要不然被算進去 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法師 學習什麼 我個人 我個人 所以我常常 用一個形容 給我自己 反正看到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 這個我們台灣話就 斯烏安酸 酸 這個台灣話不是說 斯烏安酸 斯烏安酸 酸 趕快跑 不用跟人家解惡語 我走到哪裡就是用這種的 因為跟人家解惡語 焉家義解不義解 好難啊 化解很難 所以 你看 虛空 葬菩薩好厲害 你看福報很大 代替我們來說法 求法 跟誰求法 釋迦牟尼佛 修很大的福 所以你看那個道立天的天主 玉皇大帝 那個福報好多好大的 你看到人間請釋迦牟尼佛到道立天去說法 一請過來 不僅僅釋迦牟尼佛 釋放一切諸佛如來 不可說不可說 無量的世界 通通聚會在道立天 更具體來講 連西方世界阿彌陀佛 東方世界要是如來 也不例外 全部通通在這 都在道立天 來聽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地藏經 你看一王大帝的福報有多大 你看不得了 你請一尊佛已經不得了 這死方三世 諸佛如來 全部通通聚會在道立天 那個功德太大了 誰記得 哪怕是這個法師請一句話 阿彌陀佛 你以功德無量 所以這個簡單跟大家分享 我每次回到亞加達就是這個 南區兩天 北區兩天 東區兩天 都在跟他們講四十八月 講地藏經 講十三葉道經 因為學習嘛 這個就等於說 跟別人學習等於在給自己學習 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昨天 有跟我們印尼的一些法師 這些法師總共有八十七位 全部也是剛剛出家的 這八十七位 在談話的時候 有一個擬眾的比丘尼 不是比丘尼 沙咪尼 你看現在這個 這個世間 出家的擬眾越來越多 你看這個 這個昨天跟他們大家講的 你看八十七位裡面 六十九位幾乎都是擬眾的 所以你們有沒有 沒有想要 你們有意思嗎 出家剃頭嗎 如果大家說師父啊 我想剃頭 但是沒有法師沒關係 我幫你剃 很簡單啊 你不想 你試試看 一個月一年 他們都是短期出家的 八十幾位 本來今年十二月 我的道場是做短期出家的 因為疫情取消 這個是借家安居的 我就告訴這些法師 但是 出家非常難得 出家是細火會命的 不能當做完的 天底下三百六十五行 最偉大的誓願 就是出家 真的啊 出家的偉業是最偉大的 沒有比這個人更偉大的 如果不是很偉大的 釋迦牟尼佛幹嘛 把自己的王位 拋去了 放去了 跑去出家 所以我跟他講 我們出家 就是等於跟我說了 我們有三件事啊 必須要知道 不管你是在家居士 出家也好 在家居士也罷 這三件事啊 只要你抓穩了 你這一生啊 如果我們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起碼能夠超生自己 你要記得這件事 如果這一生你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你起碼你能夠超生你自己 什麼超生 超度 自己的生死 起碼不剁三二道 你起碼會到天道去 記得這件事 我就跟他講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要著重經教 第二的佛法 佛教是教育的 著重教育 第三的就是關鍵的 就是戒律 所以今天為什麼佛法會摔 摔在哪裡 因為我們沒有主重在教育了 沒有主重在經教 沒有把戒律啊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原因啊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所以你看偶一大師 你看喔 偶一大師一生為什麼勸導人家 在家居士 首先必須要三歸五界啊 至少要三歸五界啊 為什麼要三歸五界 為了要保護自己啊 保護自己 才不會去傷害別人 所以偶一大師告訴我們 五界是十方諸佛如來之母啊 而十方三是一切諸佛 能夠在這個世間度化眾生啊 是以五界為之母啊 所以十方三是一切諸佛從哪裡生出來的 就是從五界生出來的 所以五界是之母 佛法之母啊 那連五界都沒辦法做到了 你人生的價值觀 沒有了 這個非常重要啊 所以你看今天為什麼我們念佛的人都往生的人少 什麼原因 關鍵在哪裡 人家念佛跟著念佛啊 大家也念佛一起念啊 那為什麼現在念佛的人多得力的人少 為什麼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 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們幾乎每一天都在重視 重視什麼 重視在行事 我今天就是講 直接講一點 我們學歷靜中學會有沒有真正在修行 找不到一兩個 為什麼 都在重在行事啊 所以沒有把這個具體啊 搞清楚搞明白 所以為什麼念佛不能得力 什麼具體 靜中學會的同修們 我們修行法門 念佛法門 主重在哪裡 主重在行 所謂的 不重在行事 重在實質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 你看 念佛的人多有沒有成就 沒有 優 很少 這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檢討 所以這個法師呢 有一個理重 起了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他跟師父說 師父 我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等一下聽了之後 你去思維 我們是不是有這種的毛病 所以 沙米尼啊 就問師父 我喜氣重 業障重 用什麼方法 修行 能夠幫助我們 消業障 盡快的 盡快的 把我們的 輔助我們的喜氣 第一個問題 講到業障 每一個人都有 只是中跟輕而已 的區別 那我現在問大家 用什麼方法 我們要怎麼樣 消業障 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手段 人家說師父我念佛啊 對啊 真的能夠成就嗎 如果你的依教奉行 以尊敬經典裡面去做 能夠做到 為什麼 手段在哪裡 真正忏悔 我就跟大家講 我就跟著比 這個沙米尼說 用什麼方法 最修好的 最高的法門 就是忏悔法門 什麼叫做忏悔 念佛也是在忏悔啊 為什麼 因為念佛是好的 把不好的 我們的身口意 能夠取掉 但是這個忏悔的手段 是什麼呢 我跟大家來分享 真正的忏悔啊 我用這個 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是我們經過 學習的過程來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夠去 去思考 真正的忏悔 我就告訴大家 不見世間過 只見自己過 別人的過失 別人的缺點 我一句話也不說 我也不要去批評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啊 我們今天每一天看到別人的 聽到別人的 講話別人的 就是別人不對 就是別人的過失 就是別人的壞處 所以我們常常講 講到別人的過失 講到別人的缺點 就是自己的缺點 這個是手段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明白這個道理的 用這種手段來幫助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反覆啊 六根接觸六成的時候 都幾乎在造業 那我們該怎麼辦 用什麼方法來懺悔 很簡單 只見自己的過錯 別人的過失 等於自己的過失 好像一片的鏡子 來照亮自己 看到別人的過失 立刻馬上想到 痛恨前非啊 去惡揚山 改邪歸真 你又這樣想啊 不要每天去看別人的過失啊 別人的過失 他們好像在表演 就是佛菩薩在教導我們的 所以你看那個善才童子 他怎麼修行成佛的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念佛成佛的 但是他的手段的方法 是用什麼方法 善才童子修行方法 念佛的方法修行成佛 就是用什麼方法 不見世間過往 只見自己過往 世間的過失 就是我的過失 自己沒有過失 哪來世間的過失呢 這個就是善才童子修行的方式 告訴我們怎麼修法 就是這個道理啊 他說我們很難啊 喜氣重啊 不輕話 每天都是看別人 你看 怎麼麻煩 我就告訴這個啊 我告訴他 你要真正懺悔 用這個懺悔 你的喜氣 你的煩惱 會慢慢的減少 所以這個法師啊 我就跟他講這個 你要好好去懺悔 每天不斷的 怎麼懺悔 懺悔不要重在形式 必須要落實在生活 處世待人覺悟 從來不批評別人 都是在講到自己 怎麼樣來改變自己 反省自己 檢討自己 話首講的就是阿彌陀佛 話首講的就是善語的 如果你這樣修行的話 你在這個生活裡面 會過得很好 所以我常常講 要怎麼樣學習不執著 我跟大家分享 有三個 跟大家分享 我們要怎麼樣學習不執著 第一個 不要跟人家對立 跟人家對立很辛苦啊 人家要跟我對立是他的事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迷茫 對不對 如果他覺悟了 他能夠跟你對立嗎 不可能的 所以啊 人家要跟你對立 你不要跟人家對立 學習忍讓 第二個是什麼呢 不要控制的態度 控制的很辛苦啊 你怎麼控制呢 控制不了的 第三個是什麼 佔有的心態 你能夠落實在生活裡面 把這個三個 每一天落實在生活 你會過得 就如同生香一樣 你看 釋迦牟尼佛 他一生的生活是怎麼樣 就如同我們一般人講 神仙的生活 為什麼 你看 我們現在你看 有一個房子 足夠了 能夠吃得好 穿得暖 有一個小房子 能夠避風雨啊 足夠了啦 幹嘛呢 怎麼辛辛苦苦 去計較這些啊 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方向目標 我這一生必須要到西方進度的 這個是我要的 其他學演就好了 幹嘛跟人家計較 幹嘛跟人家對立 沒必要的 過得神仙的生活 何樂而不為呢 為什麼呢 奇怪 喜氣重啊 我們的喜氣太重了 要不然我們為什麼要讀彌陀經啊 你看讀彌陀經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要你趕快念佛 發願求生淨土啊 趕快成佛了生死出三戒啊 你看釋迦牟 這個我們師父上人 常常在講經當中 告訴我們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要把生死這一件事啊 看得很重要 生死之大 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壽命很短啊 很有限的 有人說師父啊 在澳洲的生活環境很好啊 什麼都好啊 對啊什麼都好啊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壽命有限嘛 你看我們老的時候 會不會很辛苦 很辛苦啊 真的啊 哪裡都好呢 哪裡是好啊 你看我們老的時候真的很辛苦耶 尊敬的追統修大人 你真的很辛苦啊 你真的很辛苦啊 我的朋友啊 他的父母兩個啊 生病 做了那個輪椅啊 每一次要上廁所 必須要有人陪 又有個護士去陪 你說 我們大人這樣上個廁所 上個小號 上個大號 都要有人陪 你說 那個人感覺 那感覺是怎麼樣的感覺啊 你說 你會習慣嗎 管師兄 會習慣嗎 你上個廁所 上個大號 又有人幫你處理 幫你這個做那個做那個 真的不要啊 我每一次想到這個 這個事情啊 我真的有時候想 啊 好噁心啊 真的好噁心的 所以要學習海賢老 是嗎 不要靠遠 靠自己 時間到了 趕快到西方級的世界 真的啊 所以你看 為什麼我們賭明妥行 就是告訴你 趕快念佛 發言求神經德 但是我們慢慢來 佛也不急啊 哎 佛也慢慢來 你們慢慢來 佛也慢慢來 你不急也 佛也不急啊 沒關係啊 佛也不可能拿一個棍子 哎 管師兄 老蔡 你不連佛我就打你哦 不可能這個事情嘛 佛也不可能這樣講嘛 對不對 啊 比如說我們今天共修 哎 你周圍呢 我就用這個棍子打你哦 我不可能這個樣子啊 也不可能嘛 所以喜心很大 你看哦 《地藏菩薩本院經》裡面 有一段經文 大家看一下 請客長 我們來一起念念 啊 閻羅天子 而白佛言 四尊活 觀地藏菩薩 在六道中 百千方便 而度嘴苦眾生 不持疲倦 四大菩薩 猶如是 不可思議神通之事 然諸眾生 獲託罪報 為酒之間 又多惡道 你看 這個是閻羅網 來問釋迦牟尼佛 你看 地藏菩薩 辛辛苦苦 把我們從那個 善惡道把他渡走了 離開了 辛辛苦苦 不疲不倦的 把我們渡走了 誒 不久前了 又回來了 為什麼呢 想念嘛 想念誰 閻羅網 你看 釋迦牟尼佛怎麼解答 下面哪一章 佛告援羅天子 難言伏體眾生 起性剛強 難挑難伏啊 我們這邊的宋神 六道的眾生 真的好難度啊 太難度了 明明知道苦啊 他還不想疑苦 你說難不難啊 今天明明知道啊 西方其樂世界多好 無盡的莊園 無盡的美好 明明知道啊 這邊是苦 還不到西方其樂世界 還寧願在這邊受苦受難 佛也沒辦法 這個就講到我們眾生的根性非常剛強 非常難挑 非常難符 所以啊 我今天啊 我想應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這個短短的時間啊 來跟大家來講一個 一段這個彌陀經的經文 因為這一段彌陀經的經文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要跟大家來講這段經文呢 因為我最近啊 我看到了 我最近看到很多統修啊 對於這個布施供養很大的誤解 所以我想應用這個 這一段時間來跟大家 把這個彌陀經這一段經文啊 來跟大家怎麼分享 我前幾天啊 有一位同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個毛病 他說啊 師父啊 我們念佛啊 念佛啊 將來啊 到西方其樂世界 什麼樣的佛報都俱全了 圓滿了 我們啊 我們不要辛辛苦苦去行布施吧 還需要修布施嗎 我問大家 還不需要啊 行不需要呢 需要 我們念佛到西方其樂世界啊 以後到西方其樂世界啊 圓滿了 什麼都圓滿了 還需要修布施嗎 管師兄 每一個人都需要了 要啊 要啊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有這種的想法 如果我們有這種的想法 我保證啊 我給你保證啊 我給你保證啊 你必定不會到西方其樂世界的 西方其樂世界沒有你的份 我就告訴這個句子 直接了道 聽起來好像很難受 沒辦法啊 既然寫之寫見的 為什麼 哪怕是你將來到這裡成佛啊 哪怕是啊 你會餓肚子的 為什麼要餓肚子呢 沒人供養啊 你將來到歐洲 沒有地方住啊 沒有地方住啊 你要到哪裡啊 沒有人供養 沒有人 沒人護持你 你說你要紅髮 行不行很難啊 所以 今天下午 我 這個 這個一點半 我要到一個 印尼的居士家裡 因為昨天啊 有一個法師 昨天有一位法師 從亞加雜打電話給我 我沒有 我沒有意思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只是把這個比翼 來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法師 打電話給我 他說師父 解副法師啊 這個疫情啊 這個佛堂的 這個經濟有點影響 我有訂一尊那個大的佛像 因為這個錢不夠啊 你要不要幫個忙 我說好啊 基研來了 我們一定要做啊 對不對 有多少就做多少嘛 對不對 基研來了嘛 既然法師已經開口了 你要不要幫個忙啊 我真的沒辦法 年底啊 這個佛像要進來了 我說好啊 我建立分立 也不多 因為我 我不是大老闆 我也不是大拆主 我也不是老和尚 我也不是悟行法師 我也不是悟道法師 我是個小小的法師 你既然找到我 我就做我的本分 對不對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我幫你找 找哪個幾個護法來護持你 這樣 我個人的生活很簡單 我什麼都有啊 我不用操心啊 真的啊 我過得很自在的 我現在在澳洲的生活 好像什麼生活 知道嗎 像神仙的生活 我真的 我沒有騙你 我現在我在澳洲 過什麼時間的生活 神仙的生活 自由自在啊 優先優在的 時間到獎金 時間睡覺去睡覺 該吃飯的吃飯 一天吃兩頓 早上跟中午晚上不吃了 你看多好 什麼樣都不用去計較 你看這些法師找到我了 有這個英年來了 我要去做 我昨天打掉印尼 告訴我的印尼那邊的 那個錢有剩下多少 把它寄過去 有多少就寄過去 剩下來沒關係 我就這樣告訴大家 有因緣來的 我們要去做 像雪梨金中學會 有規劃要建道場 將來要建的時候 我們要出一份力啊 哪個地方需要我們去支持 出錢出力 我們盡量去支持 為什麼要修布施呢 這個必須很重要的 不然很重要的話 我們今天也不可能看到西方其樂事件 阿彌陀佛因地修行的時候 是以什麼樣做為主 以布施為主 如果不是以布施為主 今天我們也不可能看到西方其樂事件 能夠超過十方諸佛國土 而供養給十方一切的眾生 去那邊做什麼 去學習 如果布施不是很重要的話 釋迦牟尼佛告訴這些菩薩 你要做圓滿成佛 你必須要把六度做圓滿 六度沒有圓滿 你成不了佛 六度第一條是講什麼 布施啊 所以釋迦牟尼佛把布施講得太長了 講得很圓滿 那為什麼要布施 把我們的貪欲 把我們的喜氣 布施出去捨掉 你今天念佛想要往生西方其樂事件 你對這個世間的貪念 你能不能去 去不了 因為你的貪心 布施啊 每天要學習布施 把我們的喜氣 脾氣啊 惡語啊 兩舌啊 惡口啊 每天把它布施出去 要這樣修啊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你看那個五折天 五折天的輔光從哪裡來的 你看釋迦牟尼佛好厲害啊 最後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五折天的輔光從哪裡來的 2500年前 這個一個傳說 在佛教裡面有一個傳說 2500年前 釋迦牟尼佛帶著阿南尊者出去脫波 在脫波路上的時候看到一群小孩 在這個小孩玩什麼 哇那個推沙啊 這個推沙 在玩的時候啊 有一個小女孩啊 拿個沙子啊 把這個沙子放在哪裡 放在釋迦牟尼佛的波 而釋迦牟尼佛接受這個供養 這個小女孩很開心 但是阿南尊者啊看不下去 忍不住 就罵這個小孩 你為什麼沒有禮貌 你怎麼能夠對著釋尊 這樣的態度 所以阿南尊者啊 就路上忍不住啊 就問釋迦牟尼佛釋尊啊 這些孩子這樣態度對著你啊 你為什麼能夠 能夠接受呢 釋迦牟尼佛 你看喔 我們常常就是這個樣子 皇上不急啊 太監急啊 你看那個阿南尊者啊 受不了啊 忍不住啊 就問釋迦牟尼佛 你為什麼能夠接受呢 釋迦牟尼佛 微微笑笑的 微笑 告訴阿南尊者 你看 釋迦牟尼佛啊 身上啊 上上下下都是智慧 我們遇到什麼事情啊 整個臉上啊 就不好看 好像魔王一樣 你看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境界 不開心的時候 你看喔 我們的臉色表面出來 都像一個魔鬼一樣 釋迦牟尼佛不一樣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微笑 你看 師父的微笑多好看 你看這個多好啊 然後釋迦牟尼佛告訴阿南尊者阿南啊 這個小女孩 因為她供養給我 你把這個沙子啊 帶回去金色 做什麼呢 鋪在牆壁 她就告訴阿南 然後第二呢 釋迦牟尼佛又接著說 說什麼 這個小女孩啊 千百年後 你看喔 這個小女孩只是供養一個沙子啊 一些沙子給釋迦牟尼佛而已喔 歡歡喜喜供養喔 釋迦牟尼佛又接著告訴阿南尊者 千百年後 中國英年成熟這個小女孩 會在東震蕩國 東方 震蕩國 震蕩國就是中國 為女王 為女王啊 將來千百年後 這個小女孩 位在這個東震蕩國 作為一個女王 你想一想 千百年後 中國歷史上 震蕩就是 震蕩國就是中國 你看千百年後 中國歷史上 只有一個女王帝啊 這個女王帝是誰 武則天啊 如果今天我不接受她的供養 她將來做皇帝 她會色途破壞佛法 但是我今天接受她的供養 將來她會護持佛法 而喜愛佛法 將來會紅法 會幫助來護法 你看武則天對佛法 非常的喜愛啊 非常的護持啊 你看那個大統啊 那個 中國不是有個地方好像大統啊 那個佛像割在牆壁 也割在那個石頭 那個臉上啊 那個跟武則天的戀 那個她說啊 是武則天的臉啊 你看 釋迦牟尼佛好厲害啊 千百年後啊 會出現一個女皇帝 就是中國現在的女皇帝 武則天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人 居士啊 問師父啊 你看我的臉 有什麼樣的福報嗎 將來怎麼樣 有 你的臉顯出來都是煩惱 所以有些居士啊 見到師父 師父你看我的臉 這個貌相啊 會不會帶來福氣啊 快樂啊 所謂的 將來成就什麼樣 我有 你會一大堆的煩惱 你看你們的臉上就知道了嗎 你看你們的臉上 顯出了是什麼 那苦字啊 你看武則天 真的 他對佛法很喜愛 特別是華眼睛 華眼睛 當時在他的時代啊 不是翻譯很完整 為什麼 只有六十卷 六十 六十華眼 所以感覺很 很 很 很珍惜 所以啊 因為要把這個華眼睛做得圓滿 整套的完整 所以派適者到印度 當時那個時候 宜蘭國三藏法師 十詐難陀 也有這個本子 所以啊 武則天順便一起 把這個十詐難陀啊 一起請到中國主持翻譯華眼睛 後來啊翻譯出來 現在我們所講的華眼就是八十華眼 就是八十卷 讀完之後 武則天 對佛法的稱讚 對佛法的惜用 才有今天我們所念的開經紀 叫做 無上甚甚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矣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矣 這個就是武則天而顯出來的 顯出什麼呢 佛法的珍貴 人生難得佛法難聞的珍貴 這個道理我們必須要知道 武則天的福報從哪裡 布施而來的啊 那你說今天你不修布施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起的時間 不可能 我們來看看最後 謎頭經那段經文是怎麼唸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段經文雖然很簡單 但是意義的內容很深 怎麼說呢 我們來唸一下 請合照 請合照 齊獨眾聖 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 沉重妙化 奉養他方 十萬億佛 即以時時還到本國 泛時經行 經文啊 我們就唸到這裡 你看這段經文啊 多好啊 簡單啊 但是意思的內容 非常的微妙 怎麼說呢 時間到了 今天啊 我就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分享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怎麼解釋呢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說明 師父啊 今天啊 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老實念佛 世間啊 真的確實 就如同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在四地法裡面 頭一句就是講苦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疫情 我昨天在思維啊 你看這個疫情 來了一個疫情啊 整個地球 整個人類 整個人類 整個全球的人類 都活得很恐懼 害怕 有力 痛苦煩惱 只是一個而已喔 一個疫情而已喔 如果以後來得更大的怎麼辦呢 我們人類受不了 你看這個疫情 我們都已經受不了 走到哪裡要戴口罩 你說辛苦不辛苦啊 講話照口罩 去哪個地方要插插手 要洗洗手 真的很辛苦啊 說不定啊 所以這個 這個世間呢 我們人類真的很脆弱 很多事情做不了主 都是業力在做主的 那今天將來災難會不會很多 這個世界會不會很大的災難 會來 會來臨 會啊 為什麼 一切法重新降生啊 所以真的很辛苦 你看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也是很恐懼啊 所以尊敬的舉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這個世間 你還能夠待著嗎 不要待著 不要再留念 該放下的去放下 該捨的去捨 該做的去做 所謂我常常講 事來則管 事去則不管的功夫 不要把它當做真的 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知道了 趕快到西方世界 好好去跟阿彌陀佛相見 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不要再受苦所難 世間的 該做的去做 所以我這個人 現在過得很自由 像神仙一樣 真的我沒有騙你 你們來試試看 越簡單越好 一生不求人 是最好的 吃的簡單 睡的簡單 過的簡單 什麼都簡單 你說跟人家也不對立 不跟人家控制 也不怕沒有一個佔有的念頭 你看能夠吃得飽 穿得暖 過了啦 所以 你要學習珍惜你們旁邊的人 尤其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兒女 好好珍惜這段音樂 不要讓他們傷心 也不要讓他們難過 告訴他們 將來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統生极樂果 要過這樣的生活 什麼樣的事情 不要常常計較 要學習忍讓 會過得自在 這樣好啊 我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分享這段經文